你好 金总工您好 年新年就快要到了 浙江交工作为阿扣亚的陈建商之一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项目的一个进展的情况 这个项目是达马克N1地块 一共470户 45000平方左右 是G加1户型 我们分三块区域 第一区跟三区我们主体已经全部完成 三区已经开始看到了郑富林 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度的话 本月底到下个月初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470户处理全部完成 现在的情况是一区气柱的话 在这个月底已经可以全部完成 母灰已经完成100户左右 三区的话我们已经正在开始 二区的话我们所有的主体部队啊 全部在这个三区准备 所以到到下月初的时候全部结束掉 这个项目和就是说和别的海外市场的项目比 你觉得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特别的挑战呢 在阿联酋 我们一共有三个项目 我们属于第二个项目 第一个来到这边嘛 是沙漠 热带沙漠气候 比较热 然后我们刚来的时候正值4月份 在这期间是工作效率很低 然后人员就是比较很难 刚开始组建嘛 比较困难这块 还有对于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沟通交流 还是比较需要薄荷的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第二个项目 也是我们第一次做总包这个项目 不管是人员配置啊 跟业主跟监理是直接对接的 这块人员配置需要 各个人员需要调节 对我们中方人员是一个挑战 对 现场管理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主要用的是外籍工程嘛 这个管理这块还是需要加强的 是的 是的 这个项目一共中方管理人员是54个 这个项目上 外方管理人员大概也在40多个左右 劳工这块的话 我们一共是自有队伍是380人到400人左右波动 因为看这个百碗班 还有那个劳务公司这个调节这块 可能会有差 大概在400人左右 去做抹灰风包 加上那个水电跟防水啊 还有那些专业风包啊 大概有 总共最高峰有八百一千人 八百到一千人 这么多人 对对对 2019年以来 您看这个自江交工和我们SinoPro这边的合作情况怎么样呢 您感觉跟我们中建材的合作还算顺利吗 首先我觉得中建材就是一个大的企业 对吧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 相比于其他外籍的一个供应商 很大的区别 轻货较力比较高 它主要在这里我们提供了钢筋 磨板 木方 还有那个跳板 钉子防水卷材 防水涂料等等 还有小五金这块 都是对我们这个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材料 它也会协助 帮我们一起去打听后的处理道 我觉得这个合作单位还是非常配合 非常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